小甜甜老公宋敬賢最近頻頻接受媒體訪問 大動作回應爆料 據TVVS報導 他對網友罵他軟翻男覺得非常委屈 說自己每個月至少花5萬在家用 然後不懂為什麼家務是要被公開 還要扯到宋一鳴跟白家綺等交友身上 因此讓他感到身心俱疲 甚至有點不敢出門 而小甜甜從小就跟爸媽失聯 是阿公阿嬤一手帶大 一直很希望有個健全家庭的他 如今自己的婚姻 鬧到需要打官司收場 宋先生被問到婚姻破裂的原因 他認為是小甜甜不健全的家庭跟成長環境 導致學法互相扶持的觀念 才會把離婚掛在嘴邊 對於宋敬賢這樣的說法 讓本樣也推出一起發光的阿伯怒了 直指他不僅被詐騙2000萬 還對老婆KiGa當手 心疼小甜甜沒有父母 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 要宋敬賢飯可以亂吃話不要亂噴啊 都動手家暴了 還要含血噴人 良心是被狗吃了嗎 阿伯正義發聲 網友們紛紛點贊 謝謝他幫小甜甜說話 也要小甜甜趕快離開這個家暴男